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VIX VIX刚才其他老师 大家有讲过 我们就是大概标几个 比较特别的 那这个这条蓝色的线 就是VIX 那目前到昨天那一根跌之后 大概到这个地方 大概在60以上 那往前看2008年 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风暴的时候 金融风暴 他曾经涨到90 VIX涨到90 那新冠疫情 大概涨到85左右 所以现在比起那两次 应该还好 就是没有那么恐慌 VIX到底要看这个绝对指数 还是看当天的这个暴涨幅度 你只要看他突然翘起来的时候 就代表他后续反弹的几率会比较大 对因为他已经过度恐慌 像这个过度恐慌 对不对 然后COVID-19那一次 跟过度恐慌 2020年到现在 大盘又涨了很多 对不对 我们对照 你看这是不是纳斯达克 对 你看从这一天开始 就是这个VIX上来时候 这边不是有压下去吗 所以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你看这个大盘弹了多少 那所以现在呢 日元升值 VIX是不是上升 除非后面又有很多根 一直上去突破这一根 但是没看过 因为你看包括疫情跟金融风暴 都没有看过 所以只要你看到当天 有这种这么大的幅度 这么大的幅度 这么大的幅度 就代表最后的行情 有反弹的机会 有反弹的机会 了解 对过度恐慌了 所以是VIX的状况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那回到台湾 那台湾的话 如果反弹的话 要怎么样呢 那左边这个是台湾的VIX 是叫做台值选择权的波动率指数 那一样 你往前看过去 曾经有上来几次过 上来几次过 这也都是 一定都是像是台湾自己的小股灾 这样子 那这是昨天 大概涨到快要到50附近 那其实我们可以去看 因为你在网页上 可以看到这个资讯 我们可以去看它的MACD 所以我觉得这波反弹 要大反弹的要件是 它的VIX的MACD 可能要翻黑 VIX也有MACD 对 因为你打开之后 它就有技术指标 你看VIX是不是连续涨了五天 VIX连续上涨五天 那大盘是不是已经跌了 大概十几二十天了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下来 它如果没有下来的话 反弹都视作反弹而已 对 OK 如果VIX的MACD 有机会翻黑 代表台股 有机会从反弹 进阶为回升 就是回升成一个多头的行情 那这第一个 那这第二个 刚才宇哥有讲过 就是融资 对不对 那今年四月十九号 其实有一个低点 那当时的融资是 这个两千八百亿左右 大概在这个地方 四月十九号附近 那现在看起来 昨天不是这个跌了将近十% 对 但是还有三千两百多亿 所以感觉是沙子不太够了 大概还有四百亿左右要去降 所以它如果能够回到这个水位的话 后续往上的力道 我觉得会更稳健一点 融资要持续的降温 还有哪些观察变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在盘中最近 如果你看到大盘 像今天反弹 你就要开好你的这个看盘的画面 刚刚那些全部都把它开起来 对对对 那左边这个是VIX VIX这几天 这是CBOE的就是国外的 它还是相当的高 对不对 那最高到37.1 这是VIX的期货 那虽然今天掉下来 大盘反弹 那他们就是反方向 那我觉得你可以观察 是否回到20以下 20大概这边画一条线 对这边是20 你看连续几根红棒突破之后 如果能够降到这边的话 那一样多方会慢慢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 否则可能都会进行一个大涨大跌的 叫做猴市 就是上下震荡剧烈 那再来就是日元 我们应该说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代表如果日元持续的这个升值 那可能这个Clarity Trade 还是会继续的这个 对科技股造成卖压 所以它跌破五天的均线 这股市才会谈真的 那这是日线嘛 五天均线在这个橘色这一条 橘色这一条 所以目前看起来 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那前高这边就不能再突破 如果像这是日元期货 7103如果被再突破的话 那可能这个盘还有机会 能够再往下挫 了解了 非常清楚 谢谢林中 请先回座了 好 VIX指标 日元的指标 刚刚讲台积电 大型全值个指标 然后再搭配 宇哥讲的融资的指标 到底台股只跌了没 条件越来越清楚了 下一段的节目 重点来了 如果这大盘短线 真有机会只跌 以前我们觉得 跪松松远在天边的股票 现在打了折扣了 谁的机会来了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